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隐月啊 云以并肩而立 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就像平时那样的 关于过去的东西准备好了吧 身为无名客 你的旅程里也该有不少足以唤起回忆的纪念品 一路上带回的东西我兜里倒是有 啊 这可是我当上列车的证明 对星穷列车的记忆 工作经历相关的误解 啊 这是我在贝罗伯格地底下捡到的小小战利品 这么漂亮怎么会不安全 我能理解少女对发光宝石的热爱 这是我对仙周的美好回忆啦 我什么也没说啊 哼 我还是比较喜欢星宇波波 只有这些吗 三月小姐能不能拿出失去记忆之前就拥有的东西 等等 既然记不得 又怎么知道这件东西是不是在失去记忆前获得到 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也许有些 失忆之... 对不住了太步 妻子姐说捡到我的时候我被赤条条地封在了一块冰里 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身边没有任何东西 你下一句一定会问 那块冰还留着吗 很遗憾 在我被打捞上来不久 那块冰就画得不见踪影了 对呀 你脑袋可真灵光呀 说到我失忆前就拥有的 应该就是您出六项冰的能力吧 嗯 这样也好 我着人将东西送往穷关镇的镇子 镇法已经准备就绪了 三月小姐 呃 我大概应该可能已经准备好了 务必请坚定信心 不是所有的回忆都适合被唤醒的 一路走来 人们也承受了许多痛苦和负担 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 我们可以暂停推演 本作万万不希望自己好心办了坏事 没 没关系的 来都来了 是骡子是马都得当活的意 那么 接下来 本作会将你连接到大眼穷关镇上 而穷关镇会读取你的记忆 如果回溯到了那个阻塞你回忆的关爱 穷关镇就会利用已经获得的信息进行推演 构建出你可能存在的过去 我了解了 他也会跟咱一起吗 抱歉 你没办法带上他 你是穷关镇所观测演算的中枢 他的加入只会带来冗余的情报 换句话说 在穷关镇推演所构筑的记忆宫殿里 能依靠的只有你自己 别太担心 本作在穷关镇外有能力与你随时沟通 可以有限度的干涉回溯进程 开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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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片空间便是以你提供的记忆和物品为素材 构建出的情境 你还好吧 三月小姐 嗯 还好还好 没什么大问题 身体素质不错 大部分人受穷关症影响时 多半会因为过量的信息冲刷而感到晕眩 我一定是产生幻觉了 这里为什么站着两个伏玄小姐 那可不是什么幻觉 其中之一是本作的投射 方便咱们随时交流 另一个伏玄的出现 说明本作存在于你的这段经历中 这是我的哪段经历啊 这里似乎是行一即逝 如果所料无差 应该就是咱们攻入丹顶司的时候了 真的吗 我不信 我记得当时广场上到处都是云旗 毕竟这是穷关镇的推演 有失真的可能 但扰动怎会如此之大 这不合理 可以试着和那边的伏玄对话一下 看看那位太补有什么话说 伏玄小姐 是你吗 你找错人了 伏玄小姐 是你吗 若要解决星河灾变 首先必要厘清一个问题 问题的关键究竟为何 星河催生剑木带来的后果 将是所有人物 他这场 看来怎 怎么会呢 我心目中的太补 那可是神通广大 虽然这段经历明显失真了 但构成他的 哈哈哈 主要是 平时 罢了 推演的经历失真 好复杂 来 装弓搭建 射向那个扶悬 是 宝贝 是 杀在您 相吟为一 谋士在神 哼 本智玉呢 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 真是吓死了 我不会要挨个和他们打一架吧 太补大人倒是还好 景元将军 我大概真的打不过 什么叫太补大人倒是还好 令此处失真的干涉因素 所以我要从这些人里挑一个出来 正是如此 为了防止干扰你的判断 本座暂时先撤去投影 你能听到我的声音 就代表我在看护着你 希望这份可靠能取代我 究竟是谁呢 舞鹰在场 但却在场的人 杨叔 你好呀 小三月 做好准备 接下来的战斗会非常危险 清醒点 别发梦了 幻龙朝着剑墓的方法 好的好的 此外 小三月 为了 什么 沉闷于回忆 会麻痹你对当 无薛小姐 记忆 这是真的行 这么巧 你也在我记忆里呀 句话 咱们两个 不要回忆 至于 太保大人听见了吗 她怎么也突然开始说 三月小姐 要不要抽一发最新推出的爱 看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伤干什么 将军大人 你好呀 将军大人 这分明就是你潜意识里对将军的偏见 我清楚记得 咱们攻入丹顶司时 将军是不在现场的 你不满足于自己当 那又何必执着于回望 你们选送了单身 上下下意 谋士在前 忠儿不识 当时预计划 要并不在结果 并不在结果 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 这个突然出现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贝洛伯格的加热器 等一下 贝洛伯格的加热器 为什么会出现在行一集市 看来是一段经历中 混进了另一段经历的某个组成部分 义务 那倒不必 恰敲打敲打它 看看 贝洛伯格 我似乎在星图档案中 翻到过天州的贸易行路上 有许多类似的行 是啊 贝洛伯格是一个白雪挨挨的末日 来吧 太普 本小姐带你足不出户 接 话说我还从没没摸过加热器呢 没事了 这是记忆空间 我在现实中也没 少废话 你们住手啊 烫烫烫烫烫 我的妈呀 可烫死我了 说好的现实中没发生过的事就不会烫到我呢 本座说你不会被烫伤 又没说你不会被烫到 这就是贝洛伯格吗 好了 多半是因为本座从没去过真正的苦寒之地 得了 你就自个儿体会自己经历中的寒冷吧 罗浮那段过去 本座和你一同亲历 也许能帮上忙 别担心 本姑娘已经 对了 三月小姐 还有一件事我得问个明白 你是否有可能经历过什么巨大的痛苦 应该没有吧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有时候人为了逃避痛苦 会可以忘却某些极端的记忆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在关于这更像是你的潜意识 在对自己说的话 我倒是不觉得自己有那么重要了 但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是 所以本座要在这里 再向你确认一次 既然你说 可能有外力干扰了 我对这件事 这段经历 应该是我们出道贝勒布格的那天吧 第二天我们就成了通缉犯 三月小姐 这宾馆保安 不不不 杰派德是迎宗铁位的书 不意外 请问三月小姐有什么事 另外 怎么说呢 欢迎来到三伯兵 三伯兵馆曾名为歌德宾馆 好在宾馆优质的服务顺便一提 这个女孩子说的话 那是我前一时离别 这歌德宾馆的茶 林渊春不是仙舟的茶吗 这大概是我脑骨处 苦的 不好喝 苦的才对身体 可是苦的 贝勒伯格有一句鼓 这些经历扭曲得越来越离谱了 表意是恐怕也没有 无法反驳 好久不见啊希儿 这不是三月七吗 好久不见了 列车没有回头 列车驶向了星空的另一段 三月七 不要回忆过去 怎么你记忆中的每个人 都在阻止你回忆 事情 所以 希儿 清楚干涉吧 看来你不愿意小心 我 不必回答 我知道了 谋事在前 事者在临 上下相依 本质如一 最后 刘萱 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 这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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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龙卓士 什么 这是什么 我瞧瞧 黑塔 看来这就是一 看来这就是一 只可惜到座在宾馆里美美的睡了一觉 现在出发去下一站 不 只要你准备好了 三语 庆幸一点 我们要抓紧些 出发 福玄 那是谁 没谁 什么 跟上我 艾斯达战长说 前面那个房间里存放着星河 我猜军团对他 也有很大的兴趣吧 那 丹豪 人怎么不见了 太不大人 听得见吗 怎么办 福玄小姐不在 三语 听得见吗 本座现在越来越确信 你的记忆遭到干涉了 唉 小三语 不要继续回忆了 有什么必要去回想那些过去的无名客灯去探索吧 蛤 不要再说了 你不是他 一点他也绝不会在这里咄咄逼 不管你是谁 现在立... 他有被风吹诺的那一剑 这个人的坐标不是由空间战法出的 心跳和脉搏都很微弱 三月 准备做人工呼吸 这是 我们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 但这里没有她 你是谁 我的记忆中没有你 我是刘宫义亭的现实 三月小姐 请不要继续回宿过往 离开穷关镇 回到现实中去吧 过去不值得你探索 结果只会让你受到伤害 该离开的是你 我是不会放手的 流光一停 你是流光天君的人 就是你在隔绝我的观察 你对这个女孩有何企图 不管你存着什么样的心思 这般夺走他人回忆 如夜照目 愚弄他人 我不能答应 只能动用非常手段了 三月小姐 接下来可能会有些不舒服 本座会介入你的记忆世界 帮助你清除阻碍 不能送信 使者在灵 苍蝇着世 谋士在神 抽而复始 小明 小明 无敌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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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 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 藏龙卓士 谢谢你出手 福玄小姐 我答应过要看顾你 何况我受惠于变质天君 绝不能容忍有人设置障碍 阻挡他人探寻真相 刚才那个人说 自己是流光逸婷的现实 流光逸婷 他们为什么要阻挠我 逸婷中各怀逸致的人可不少 仅凭一句自曝家门 没法确认其中原委 这里就是星穷列车了吧 看起来 你快要回溯到自己所经历的源头了 到那时候 大眼穷关阵就可以开始演算了 你还记得自己 是在什么地方被发现的吗 他们当时 把封住我的冰块 就放在了如今我住的客厢里 那就穿过这节列车 找到你的房间吧 看看 对 我的曝光 我记得用最快 汉水 很快 我做一张 我去看 继续 看到了 我看了 你才能做一张 这就去拍 这是 墨碑 怎么回事 怎么又回到棋子 是那个杏士 他又在干扰你的行动了 不要回头 继续向前走 不要回头 继续向前走 不要回头 继续向前走 干扰你的人 始终在阻挠你前进 也许后退才能找到你的过去 不要回头继续向前走 我完全明白了 只要和干扰者反着来 就能找到出 在你打开这扇门的图 准备好了的话 这怎么是我的房间呀 我都还没来得及收拾 让你看笑话了 这是你的房间 房间中间的那块 冰 也是你房间原本就有的摆设吗 冰 这大概就是义务了 看起来 我们的探索之旅 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 本座最后再确认一遍 你确定要探索自己失去的过去吗 嗯 我确定 我确定 太普大人 大眼穷关阵开始演算了 他超不开身 怎么又是你 我回忆过去关你什么事 为啥要阻挡我 啊 请你相信流光一亭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保护你 那也不能用筋骨的方式来保护一个人哪 我们知道 既然 你那么想知道自己的过务 我将会为你展示你的起点 希望你不要再探索更远的事物了 相信我 请你相信我 那不会有任何好处 这就是你的起点 自那开始 你展开了自己仅此一次的人生 开始经历那些独一无二的冒险 更早以前的事 与你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你生命的价值 并不在于过去发生过的一切 而在于当下 在于未来 展翅的鹰 不曾眷恋它曾坠落的山崖 扬帆的船 不曾怀恋它曾搁浅的海峡 而你 我的孩子 也应知晓 过去虚幻如烟霞 但你此刻经历的一切 也必将被人以金石刻下 该告别了 送给你一件灵别赠礼 期待我们下次再会 不 不 等一下 好难受 啊 啊 扶轩小姐 怎么突然就中断了推演 啊 我没事 就是有些难受 穷冠阵在刚才的那一瞬间停转了 三月 自打你触摸那块冰之后 我就再也观测不到你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还真有点不好解释 所以 那位神秘人的确是流光天君的使者 不 所以 是浮离 和我的过去有关的星神 是记忆的浮离 不 还不能这么断言 只能说 很可能是因为星神封印了你的记忆 但他未必是流光天君 也许信实所说的保护 就是在暗示流光天君 并非封印你记忆的罪魁祸首 他插手 只是为了保护你不被封印的记忆所伤 是 倒也不至于如此悲观了 至少 我知道了流光一亭这条线索 看来想寻回记忆 已经超出大眼穷关阵的能力范围了 没关系了 太不大人肯伸出援手 我感激不尽了 如果没别的事的话 我得赶紧组织人力解修一番 可恶 若是穷关阵有所损伤 我会心疼死的 那么 咱们就先走一步了 赶快闪人吧 我把太古大人查出什么损坏 要向列车寄天价维修账单嘞 好 还要到这一步 没关系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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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不错 不错 你不错 不错 谢谢大家